美食村选闺蜜 有果冻又仔小王子辣椒汉堡小辣布林 还有我这个 风华绝代冰雪酥皮的奶茶呀 怎么看有很多男生 啊我知道了 还有男闺蜜嘛 想要奶茶这样 人间人爱花间花开 大家肯定能选我做闺蜜的吧 首先是小王子 是我们美食村最柔弱的男生 肯定会选我做闺蜜吧 毕竟小伙伴们都说 我的小王子肯定是闺蜜 他先走向了汉堡 就有个攻是什么意思 然后又走向了呃 辣椒 为什么呀 为什么不选我 我都要看看你怎么的意思 为什么之前去汉堡那里了 哦你说这个呀 是因为没选汉堡我很抱歉 因为我和辣椒认识最久 我们一起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 所以选了辣椒做我的闺蜜 为什么难道我就忘了做闺蜜了吗 你 算了吧 谁不知道你奶茶天生脾气泡不好惹 虽然我承认 我们俩确实走得有点近 但是得逼逼闲吧 大家都说果冻绿了汉堡绿了 你说的对 但是不选我就是不对 哼 就下去吧 居然放着 美若天仙才貌过来的我不选 选这个奇马不扬的乱枪 下一个下一个 是汉堡 汉堡总应该选我了吧 毕竟汉堡可是我随便 选我做闺蜜 那不应该了嘛 啊 不打个招呼就够了 怎么这样啊 为什么选不定啊 臭汉堡 跟我怎么教训你 小汉堡 你怎么不选我 你什么 你当我随皮已经够够的了 我可受不了 24小时都有你的世界 想不定 随我们俩 今天在一起 我是闺蜜 你甚是闺蜜的好兄弟 那你刚刚为什么要不向我 还好打招呼 那是因为 你是我的CP 看到你 一定要打个招呼啊 不然你又得招我了 有道理 所以 你宁愿选布丁 也不选我啊 我觉得 但凡是个人 都不会选你当闺蜜吧 气死我了 等着你到底哪里招了 气死我了 他们都是些悠悠不住的家伙 接下来是悠悠 我们俩可是最好的闺蜜 他肯定会选我的 看看 悠悠毫不犹豫直接奔向我了 果然汉堡就是个意外 悠悠对我才是真的 啊 对我干嘛 怎么走了 悠悠 你不能这么对我 怎么选股东啊 有的你 啊 奶茶 你在这里啊 你别怪我 在不在 为什么不选我 怪什么 为什么 哎 因为因为 因为股东很温柔啊 和他在一起 心情愉悦 谁不喜欢漂亮温柔的美女呢 你的意思是让我不漂亮啊 我没有 你也漂亮 但是感觉不对 果冻有果冻的感觉 奶茶有奶茶的感觉 好了 你不用说了 你就会没选我 哼 我好难过啊 奶茶 你别哭啊 我还没选呢 肯定有人选你的 不爹 哈哈 没想到最后选我的 就是不爹 我可太感动了 哈哈 啊 不爹怎么选了小王子 臭不爹 你 气死我 算了 不选我就算了 我孩子多多情了 他们教训你 鬼 哈哈哈 哇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